欢迎来的新闻Bunking商 我们今天再次邀请 最近攫取的一家投顾 人数一直在增加当中 因为杰敏以前在中华参经台主持过节目 也认识摩尔投顾几个分析师 他是非常优秀 我们今天特别请到的是陈坤仁 陈坤仁 杰敏哥好 投资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坤仁分析师要带给我们 什么样新的资讯呢 我们今天要来谈的是低轨道卫星 这个是有可能会变成是全球最大 然后低成本的高速网络 哪泥 这不已经到6G了吗 6G 等一下跟同志们来做说明 不是6G 到2030年才开始 我们陈坤仁分析师 他之前在永丰金证券的主管 在一海操盘学院担任执行长 现在是在摩尔投顾担任分析师 上一次我们已经讨论到电动车的未来 这是生与死财富与不财富之间的竞争 不知道你收获了多少 当然其实投顾老师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替各位在掌握领先的局势 而且在股票在发动之前 展开强势攻击 千万不要在红海一样 不是红海说说连电 不要说等到连电已经涨到了40块的时候 才做买进 然后在50块的时候被套牢 这是一件令人觉得不愿意发生的事情 这掌握讯息比什么都重要 尤其是讲到这个事情 我要先讲一个故事 因为我们在我的podcast大概差不多13 18 27都有说连电值得去买进 那当然涨上去大家很开心 然后有一位议员就听到我讲 那时候讲的事情是因为外资说连电会到60块 他就悄悄的悄悄问我这句话说 那连电还可以加吗 我就说当时的状况是连电因为中兴的事件 那还没公布营收 所以我们说连电应该多少可以买 结果呢连电公布营收报告的时候 让我真的有点难过 就是他竟然比股票涨了将近三倍 结果营收比去年只增加6% 人家台积电是增加30% 好不好 拜托一下 可以吗 然后呢 接下来就让我觉得为之气节的部分是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连电在2021年的资本支出 只有10亿美金 我这样讲 这真的是牙缝塞下去 可能牙缝还蛮宽的 塞完之后没有感觉 2016年其实连电的投资金额是28亿美金 我都觉得还算可以 所以事情常要变化 所以你一定要跟你的分析师保持联系 因为有时候看多的股票 他瞬间会因为某些讯息 我们就要立刻做一个处理 那些讯息都要公布财报才知道 那一样道理就是你必须要掌握讯息 不能说只听Podcast完之后 你就做了一个决定 但后面关键的讯息没听到的时候 很可能就会惨遭套牢 所以我现在给朋友的建议 你说连电你建好就熟 因为还有更多公司值得关注 而且一定要跟新的趋势在一起 是不是这样子 赫兰分析师 是啊因为有时候如果资讯 没有办法领先得到的时候 往往会追在一个短线上面的高点 那就是利多出境你再去追 我觉得那是蛮可惜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次带来一个非常新鲜的话题 因为我们知道自从SPEX上空之后 它已经布局了200个卫星才赫兰分析到原来里面有台湾的元素 那你可以先跟我们听友先分析一下 什么叫做低轨道卫星 什么叫做卫星通讯 好的 那因为其实就现在目前的一个所谓的卫星通讯市场来说的话 大约可以分成是低轨道中轨道跟高轨道这三个卫星的一个现象 那如果以低轨道卫星来说的话 通常都是在遥测 或者像是通讯跟一个地球的观测为主 那这个原本是在 等于是说这整个卫星市场上面一个分布的部分 那中轨道卫星的话 通常是在所谓的定位跟导航 那如果是高轨道 GPS吗 GPS的导航系统通常都是中轨道卫星 哦是 那我们电视广播呢 电视广播的话通常都是用高轨道 就是一般叫高轨道或者是像地球同步轨道卫星 不讲我还真的不知道 那目前看起来的话 其实这三个都有他们的特色跟功能性 那但是呢 如果从去年以前 其实卫星的市场 它是一个比较属于成熟的状况 因为比方说像电视广播 那都已经是属于一个成熟的一个现况了 不过呢 因为所谓的5G 或者所谓的卫星网路这样的一个通讯来说的话 又让这个低轨道卫星 它又重新被点起来 那因为SpaceX 它用的是低轨道卫星的这样子一个卫星的设备 那其实低轨道卫星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为什么它能够被把它拿来当作是一个明年很重要的一个爆发的产业 原因是因为就目前为止的话5G的通讯 它也是一个高频的一个通讯 可是5G它高频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叫做是说它的一个传送的距离小 那覆盖的距离也比较短 所以不像是4G那样子 就是说好像盖一个基地台 就可以完成这样一个通讯的部分 那5G的部分的话 它除了盖大型的基地台之外 它还要盖很多很多的那种小型基地站台 那小型基地站台 比方说如果什么深山里面 或者像是一些郊区 那它没有办法布建的这么完善的状况之下的话 那就会有人想说 那可以用什么样一个东西 什么样一个技术 可以来取代或者来补强 这个所谓的小型基地站台 跟大型基地站站台的不足 那于是低轨道卫星 它就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替代的方案 不好意思 坤仁分析在讲的时候 我其实在偷偷的笑 网络上才看到我在头笑 其实我的笑是很很腼腆的 因为讲这个低轨道卫星 我讲到这个5G的时候 它是速度很快 但是它距离很短 对真的是 对我就想到那个卖男性装养病 速度很快 男生很快就结束了 所以它真的很需要 对不起 我觉得忍不住 对不起我们是男生嘛 尤其可能昆仁还没年轻 我们这种年纪大的只剩一张嘴巴 所以当然讲这件事 5G最喜欢就是个装养药的功能 就是说得太快了 但是所以能够从此的距离就短了 所以这个情况下 就会遇到很大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发现到最近5G设备的股票 其实也有一些动作 可是这个我先问一下 什么叫做LEO 什么叫做MEO 什么叫做GEO 其实它就是一个缩写 因为D就是L 如果是中的话就是M 高的话就是地球同步的话就是G 所以这就是卫星的一个缩写的名称 所以高的是跟地球是同步的 所以你刚才说LEO主要是在做哪些功能 好 因为其实LEO就是低轨道卫星 它的一个最大的特色 就是说因为它蛮便宜的 可能会比部件这么多的基地站台更加的便宜 所以它就拿来当作是一个小型基地台的替代方案 对 那因为成本低 而且它讯号延迟也比较低 所以它的一个低轨道卫星就成为市场上面一个主轴 所以在地球轨道卫星的话 它可以做到一些相关的像是低延迟 或者像是可以跟行动网路去做相互的搭配 所以它对于像是传输网路的这些相关的讯号来说的话 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其实这就是它所发现到的一个状况 那预估但是你总是要提一件事啊 因为这都是数量的问题 以目前来看低轨道卫星 它可能提供的科数有多少 好如果以我现在手边的数据来说的话 其实去年2019年发射的一个卫星数量有389颗 那其中就有337颗就是属于低轨道卫星了 那甚至如果在所谓的未来几年哦 那那个SpaceX它有一个策略目标 就是预计啊要在2027年的时候 要发12000颗的这样一个低轨道卫星 Jodemade 你可以把这数再讲一遍 好来去年2019年是只有发337颗 那SpaceX它的一个规划来说的话 就是在2027年的时候会发12000颗 天啊这个是比电动车的成长速度 成长速度会更快 而且Jodemade跟我们的数据还没讲完 来它的终极目标的话 是要发射到42000颗的这样的卫星 它等于是全部天空上面都是那个SpaceX的卫星 哦是这样子哦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很庞大的市场 很庞大的一个市场 对那它有没有寿命的问题 就是因为因为你上去这么多的颗 那它一直在天空中飞 那我股票也是就做到飞上去就结束了啊 倒不会因为其实虽然我们刚才前面有说 低轨道卫星它的寿命相对来说 稍微短一点点 不过至少一颗也有五六年这样一个寿命 五年 对五年差不多 所以五年它再设另外 就是等于我现在如果设了五万颗之后 五年后我还再设五万颗 它就是陆续的寿命结束 再发新的上去 所以在五年再发五万颗 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也就是说就好像买苹果的手机 反正每隔三年你就给我买个新的手机 所以它的供应商就不断的在赚钱 你说的概念是这样子吗 是啊 因为这其实轨道卫星 它就是一个长期趋势向上的一个部分 不过我要跟投资者做一个比较坦白一点的说明 就是如果以现在目前的这个时间点 那所谓的SpaceX 或者所谓的轨道卫星的这个传输的效率 它并没有办法到所谓的5G甚至号称的6G的这样一个市场 因为现在 是喔 对因为它现在目前还在属于一个商转之前的一个测试的阶段 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它的一个速度 目前评估起来的话大概到4G左右 所以这其实就是造就它未来要不断不断的发的新的卫星 然后才能提供更高速更稳定的这样一个速度 所以其实现在目前在就是到11月底的话 那个SpaceX已经发了955颗的卫星了 所以它未来这个1万2千颗全部发完 发出去的第一阶段完成之后 它才可以到5G的这样一个速度 是 它是在发汇大 倒不是因为它真的是因为比方说像是特斯拉 那因为特斯拉它如果开到深山里面去 它没有5G讯号 那不就那个自动车就不能开了 对 所以它其实某个部分上面是为了它自己的特斯拉 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 它的特斯拉是为了探权 赚很多钱了 对对对对 所以喔 它其实 逻辑清楚了 因为它希望特斯拉在全世界都能跑 对 但5G的问题是 5G是自动车的必要条件嘛 对不对 因为它的反应速度比较快嘛 对 所以它自动车才能达到它反应的效果嘛 但问题来了 当然它如果在那边全自动的话 那势必到深山领域没有5G 它就直接积极掉了 对 所以它就需要低轨度的卫星 对 所以它也并不是去发展6G 其实某种程度是为了它的 暂时它是为了特斯拉 那一样的道理 那苹果将来会不会用它的系统呢 那这个鸿海的自动车会不会用它的系统呢 很可能也必须要用它的系统 所以也要缴钱给它了 有机会 那福斯 Poach 都很有可能 除非它们自己也发5万克的卫星 对 你知道特斯拉现在信用平等的是什么 是BB- 好不容易我们前阵子被调高到BB 在我们的观念它叫垃圾债券 到底这样的行情有什么样的商机呢 我们行后捆结蛋结等来 欢迎等来新闻报警商会结明哦 在早上时间来谈这种太空故事 会不会有点遥远哦 像变关键时刻 对不起关键时刻不会报告股票 但是我们会报告 我们做那么多的推程 只是让头过老师让他知道说他们研究的重心 还有他们之前分析的细节 那你知道其实一只股票要赚钱 它背后有时候是偶然 但很多事情是要扎实的研究 才能够抓住趋势 好像吉明是从1996年进到资本市场 你必须要过去历史的轨迹 你才能知道未来发展 里面每一个部分都有它很详细的细致的一些细腻的想法 所以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摩尔头顾的成功人分析师 那今天的标题是 电动车是黄标台厂大爆发 那我们很难想象把台湾厂商跟天空的卫星 能够拉占一个关系 这件事情 但是我要说一句话 如果没有台湾这些公司 SpaceX恐怕是升不了天空 就像升上天空可能也没有功能 不过话说回来 全世界只有特斯拉SpaceX在发展卫星吗 目前看起来的话 因为其实在卫星轨道这些事情是在先占先得的稀缺的资源 所以其实全球大厂曾经一度 我说一度他们都想要去发展这个轨道卫星的这样一个市场 那不过如果就目前看起来的话包含SpaceX 那那个像是Amazon Facebook这些 他们都想要去做发展 可是如果以现在目前现况有进度的 其实就只有SpaceX而已 那像Amazon他原本是说他预计要发射大概接近3000多颗的卫星 他叫科伊博计划 科伊博计划 那可是如果就目前看起来的话 他的2021年之后才有可能会自己去发射 那另外的话呢 哇那就晚了好几年SpaceX是2016 201617那时候就已经开始有的规划了 对延迟了5年 对而且他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实陈的计划 那像Google的话原本也是说2019要开始 结果到目前为止也没看到声音没看到进度 那Google他去转投资Starlink就没赚钱了 对啊他所以他已经放弃了 等于是已经放弃自己的一个那个 伟道卫星这样的计划 所以他大家都必须要去跟Starlink去合作 所以这是现在目前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试况的部分 对那甚至之前有一家 那Facebook呢 Facebook也是 他原本是2019年要开始发射 可是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任何的进度 甚至还有一家如果投资人去Google一下的话叫做OneWeb 那这个原本也说要发 结果那个发了几颗之后就破产了 然后破产的那个破产的金额还不少 这个是那个之前曾经发生过的一件事情 听说波音也要做 波音的话也有 但是他原本是说想要发大概3000颗 可到目前为止也都没有任何的一个进度 几乎这个市场上面就是一个SpaceX独占的这样一个现象 你知道波音他不是只有坐飞机哦 那他自己坐潜艇哦 一定要先知道那个杀人精 就是现在美国用的无人军 无人军是用的这个地下潜水器就是波音做的 搞不好台湾的无人潜舰 也可能可以有波音的技术 那波音他有考虑到天空外太空 但目前没有这个明确的计划时程 所以大概有六七家公司都做这个事情 但是唯一现在上天空就有SpaceX了 对目前进度最快的 那SpaceX他的整个叫做星链计划 Beta细化是不是 对啊那因为他预计就是明年要开始做商转 那现在目前的话都已经在所谓的商转前的一个测试阶段了 是那当然你我们的主题是说到底整个SpaceX跟台湾有什么样的连结呢 好的因为其实SpaceX他就是卫星 那不过其实如果就所谓的卫星来说的话 我们刚刚前面有说到他准备最终要发4万2千颗卫星 甚至要一直发一直发 因为他有寿命连线的问题 那不过如果就整个卫星的市场来说的话 其实这整个卫星的市场的一个营收的占比来说 其实卫星大概就占差不多7%而已 可是如果就因为卫星他必须要跟地面去做连结 那台厂的技术的领先的地方 就是在这个地面连结的部分 像是路由器或者像是一些相关的一些服务设备 路由器谁最强 我们等一下有好股票来做分享 对对对对抱歉 破梗了 没关系 那我们其实台厂的部分的话 在地面这个部分才是最技术领先 或者是营收比较大的一个部分 那因为其实就我们刚刚前面说的 那个卫星的部分的话大概7% 那可是如果就地面的这些相关设备的话 其实就整个卫星市场来说的话 其实占了50% 所以整个市场上面大概2000亿里面 所以不是只有天空的地上也很重要 对地面上的反而更是台厂的一个技术领先的一个地方 所以这部分跟投资朋友们做分享 好那你们选了哪几个股票 好那我们一样就三档股票来跟投资朋友们做分享的部分的话 第一档的话是台阳2314 那如果投资朋友你去查他的 获利的状况来说的话 其实他前三季到目前为止都还是亏损的状态 但股价不是这样子 对股价反而都是领先的 所以我们要掌握先机的话 就是买在这些相关的位置的这个地方 就是买在说他明年去打入SPEXX供应链 或者明年用他的一个微波技术 跟国际大厂去开发合作的这些相关的一个收发天线整合 这些技术的模组 所以明年的话他也很有机会有亏转移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我可以提前让我们投资朋友来做留意这档个股 你知道讲到台阳我真的感受很深 你知道台阳是鸿海集团旗下的第一个先开枪的公司 那这种SPEX上天空之后有台阳之后 台阳开始发动 接着最最有猛的就是天狱 天狱从30块涨到90块 投股老师只要有建议到这档股票 每个人都是开心到不行 然后接下来就紧接着一连串他手下的那些公司 什么康书啊什么 做设备业的滑汉做电脑都开始往上走 才知道有人再次检验到底鸿海旗下有哪些公司 好那回来一件事好台阳 另外你刚才说要我刚才破梗 破梗的这档的话是6285的企机 那因为企机他原本就是车用 然后5G WIFI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技术领先的路由器 或者像是网路设备网通设备的一个供应商 那他有另外就是说他有切入到SpaceX 地面站的一个设计业务 所以就他原本就已经很很领先的技术 然后更加再去切入到SpaceX的话 会带来他的一个明年的营收 会有双位数的这样的成长的幅度 他今年大概了不起赚3块4 大概30块 那明年呢 明年的话有机会可以挑战到6块 对那如果以目前的股价 那最新股价大概70出头来说的话 其实这个时间点这个位阶 那并不算贵 所以我这个反而是拿来做 就是比较稳健 或者比较像是一个明年成长的一个 个股的一个选择 是 当然下一档股票 就会让人家觉得很兴奋 原来他也切到低轨卫星 那我们知道最近你有 我记得最近有广告让我印象深刻 我在Podcast也分享大家 其实你可以看到 就是一个日本小女生 他不是在玩手机 就出现到一个人在拿那个游戏 就是任天堂那个 SWITCH 对SWITCH 然后他就出来玩 然后就玩得很开心 然后还运动 然后就跟我家人说一句话 说其实我们也可以考虑买一个 在家里运动 他外面在下雪 那这个事情里面 其实观察到就是这个公司也有关系 然后最近呢索尼呢 他也发展了各式各样的游戏啊 那汽车 你会发现到车子 只要有人靠近就逼逼叫 这公司呢就是童心电啊 童心电也跟这个有关 有 因为其实那个童心电 他原本就是做CMOS 就做CIS的感测的部分 嗯 那他前一阵子有跟胜利去做合并 对 已经完成减制的作业了 所以他从 他原来那个CMOS 又又再跨入到了一个车用 甚至像是消费型电子这样的市场 那他的5G跟航太的运用 都是未来的 他一个成长的一个很爆发性的动能 对 所以像那个陈泰明董事长他也讲说 陈泰明 陈泰明董事长 国际集团 他说他已经有透露 很明确的透露说 他就拿到低轨道卫星的一个应用的大单 那他本来在讲说 那个要定下2021年的营收 要突破100亿元的目标 我去Google一下 我去查一下他的一个营收状况 其实到11月啊 已经90亿了 所以破百亿正常啊 破百亿正常 他今年就破百亿了 明年的话看他会不会再调高目标 那调高目标我觉得很有机会 同心电是一间很猛的公司 真的是一家好公司 那真的非常谢谢摩尔投库成功人分析师 谢谢 谢谢杰明哥 那如果要掌握更多的投资资讯的话 我们摩尔证券投库 那是目前市场上面领先 而且更在正在成长的投库公司 那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跟我们投库公司来做洽询 谢谢成功人分析师 谢谢你 谢谢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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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